前些日子我也是有感而发 因为自己扔了不少的CD 存了不少的音乐制品 磁带CD这些东西 现在都过时了 没人要了 这一篇讲述了复旦 一位教授离世 剩下的书被清掉 被卖掉的事情 有一些描述不准确 这也是道听途说 那在这里要道个歉 因为这个旧书堆成小山 在网络引发猜测和关注的事情 这个有网友是这样说的 说书的主人是复旦大学一位教授 于日前去世 被当作废品卖掉 当然引起我的唏嘘了 但事实是 这个照片拍摄于 淮海中路上的培文公寓 而培文公寓的底层就是 著名的上海妇女用品商店 这个地方 我也是经常走的地方 以前上班的时候 吃过午饭都会到这兜兜转转 适时 复旦大学的这个新闻办工作人员 向媒体透露 上述教授 并非复旦大学的教职工 而记者也于近日实力拜访了这个藏书主人的家属 而这里面是一个非常有书香气 也带着历史感的故事 这个书的主人啊 是一位宗教界的大家 他是研究宗教的 研究文化的大家 95岁 最近年初在医院因病故去 也是高寿 高寿之人 他从1956年就住入了培文公寓 住进这个公寓之后呢 老人近70年的时间 不断的买书 藏书 这个父亲的书 笼共大概有十个地方 书商称大约在万本左右 书万本书 三房两厅的老房子 以前有一厅 一室一厅 有一半的空地上 落着过人高的书堆 这简直是这房子里面堆的都是书啊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 你可以看出这些书的重要性 当然现在书要清掉也证明一点 现在书的价值啊 跟这个房产的价值相去太远 当然很多人说 这个老人家的这些书里面 他有他的这个乐趣在 其实老人的书里面 最多的啊 目前家属也觉得重要的是 新华月报啊 那种文摘类的这种杂志啊 这些东西 他是存的非常整齐啊 新华月报的所有东西 他都存下来了 所以他自己也叮嘱儿女 说大部分没有很高的收藏 或研究价值啊 可以找个整理之后呢 找个合适的渠道处理 但是那些新华月报都是宝 一定要重视 要好好处理 所以呢 家属呢 也是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将这个 其他的书啊 找也是找了一个书商 旧书商处理掉的 而新华月报呢 还留留着啊 因为从1949年11月创刊 到1979年改版 分文献版和文摘版 每一期他都在家里留存一份啊 这些横跨30多年的新华月报 至今还成捆包着啊 放在公寓的储物间里面啊 当然他的子女其实也本身年近70的儿媳妇啊 本身退休前就是在教育学院做资料管理工作的 非常有经验 他们对书籍进行过整理 而自己的书呢 处理掉也是非常艰难 啊 家里的书山群是通过两辆小推车 一趟一趟 被移到单元楼的门口啊 形成一座小山 到八点晚上八点过后 一辆载重八吨的大货车开进来 将书山彻底移出这栋百年公寓 哇 这个书确实是非常之多 男女们听说有人误会啊 误以为他们将父亲的藏书当垃圾废品卖掉 有些紧张啊 慌张和不愤 他们说我们都知道老爷子喜欢书 肯定是尊重他 尽全力对他好 他留下来这些书都很珍贵 我们不可能说当成垃圾卖给收废品的 这样太糟蹋了 也对不起老爷子 这是一定不会乱来的 当然这些书对于后人来讲 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但是呢 后人他的爱 第三代第四代 他的孙子曾孙们 却都还都是非常的爱书 所以这样的一个爱书的家风 其实是流传下来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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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